synthesis 他還擺陣啊 他還布陣 癬癬癬癬 幹 欸又變出來了 就變出來這一劍了 這倫敵就跟 你跟試煉大...你把試煉大師給打死 試煉大師給打死 然後試煉大師打死之後 他就旁邊又會跑出一個試煉大師 哈囉我是摩媽 那這部影片我來試試看一個 欸就是615有人講的策略 那其實跟你說老實話 因為我自己也還沒試過 可是目前看起來的話 他的東西確實還挺便宜的 然後來試試看這樣子 會不會刷起來 效果還蠻不錯的 首先我介紹一下這個策略的基本邏輯 然後他的執行起來非常簡單 根本就沒什麼 可以說幾乎是零成本去啟動了 然後也沒什麼特別的難處 首先呢 這個策略要求的重點是 這兩個六分儀 那當然就是你還是要去收六分儀 那收六分儀本錢還是要稍微多一點 可是這邊的我各收了30個 那一個這邊一個 呃這個是6C 然後這個是7C 我各收30個大概花了我大概3滴了 左右的價格 所以你其實一開始可以不要收那麼多 你可以先收10個10個 當然一滴就可以啟動了 那反正 因為你10個就可以讓你刷40張圖了嘛 那我只是為了方便一次 一次收多一點 那我可能打個10張圖 我就會來計算一下收益 好我來介紹一下魚圖天賦 那魚圖天賦上的話 我選擇的也是 只要你基本上新手都去都很好去操控的 很好很好去操作的 首先 呃當然我選擇了比較一些比較常見的炸粉 這炸粉不用不用講 我這季也講過不知道幾次了 因為炸粉就跟義絲羅在旁邊 所以很多人的騎手天賦都會選擇炸粉 再加上 炸粉這一季呢 他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刷圖 這一季的刷圖沒有以前那麼賺阿 所以你用炸粉跟捷盜 這兩個地區 日治跟 那個 盜賊海灣 這兩個地方對不對 都可以稍微避開那 不過呢 也有人測試出來 原來 炸粉的關難 能夠拿出好的傳奇物品的機率也下降了 不過 縱觀這些事情而言來說的話 炸粉的收益還是非常的穩定 可能我下次也會來介紹一下炸粉 好 那我選擇炸粉 然後藍王 因為藍王這邊可以特別 來走到六分移這邊 不過這個不是必要 因為我們六分移可以用收的 我只是 只收了兩種六分移 那我如果 等 等那個 我四張用完之後對不對 剩下兩個 我會直接 隨便點 我會直接 隨便點六分移 所以這個好處就是 我可以剛好就是 四個四個用掉 然後也多一些 額外怪群 那如果有些有價的 六分移被你遇到了 也剛好可以把它拿下來 好 然後 這邊就是一些 刷王的一些 就不是刷王 應該說就是 你打圖會有一些 不錯的收益 不過我其實個人建議你來說的話 追憶可以不用點 如果你是天賦點 還沒有跟我一樣全開的玩家的話 追憶圈不用點 追憶圈真的不太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四十一十二 花了十二點 然後給你一個 很微薄的一個加成 就讓你 比較高機率掉追憶圖 可是體感上來說 其實沒加多少 二來追憶圖真的有價 也只有 所以我其實沒有很推薦這一圈 只是因為我 我偶爾會打Uber 所以我這圈不想洗掉 好 然後其他 其他選擇王 然後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我選擇了 我之前一直說這機 不適合的保險箱 那等一下我會詳細解釋 解釋原因給大家看 那這個保險箱這一圈呢 我只有點 有機率變成奧數字保險箱 然後並且奧數字保險箱 會布置裡面的通貨 我只有點這個 然後再配合這邊 這邊的保險箱 就是我 我遇到保險箱一定會自吸喔 然後 有機率變成假裝保險箱 然後過來這邊 點沾望 那這個也是可以不用點的 如果你打沾望 可能會有點吃力 或是說 你的目標想要更明確一點 你其實 完全不想要碰裡面的怪物的話 我其實覺得 沾望也可以不點 好 那其他就是 那最後剩下的比較重要的部分 截到這邊 要全點 截到這邊加48全點 因為我們這套重點就是要 就是要開截到祕寶 去拿契約書 好 然後再來看這邊這一圈 也一樣全點 這個是 你的截到契約 裡面開出的藍圖 有機會是全接入的 全接入可以賣比較貴 而且 它價格會比較難算 我可能 我可能 因為我都是丟給 丟給觀眾啦 我直接賣給觀眾 可是我不知道它實際上的價格 應該平均會是多少 我等一下可能 會看一下鐵鼓鐵 只是看一下一些其他人怎麼講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最重點就是我們截到一定要全點 然後再來保險箱 然後再來還有這個神殿 是幫助我們 打圖可以比較順暢 比較舒服 也是如果你 因為我相信啦 你今天會跑來看賺點策略的話 你可能 本身機體 還沒有那麼好的話 我是說真的 你花那幾點去點神殿 神殿給你怪群 又給你打圖更輕鬆 讓你不容易暴斃 然後打圖會更快 你撿到如果速度神殿 那張圖可能會少半半 一半的時間 就連橘某 他那隻獵手 有穿獵手的銳眼 或是獵手位置不太少 他都會點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圈來說的話 你其實如果今天沒有要刷 很juicy的那種地圖的話 你只是純粹要跟我一樣 就是現在子 我現在準備就是 直接隨便丟進去 然後直接開起來的話 我其實認為 點神殿是真的非常賺的 好 然後我來解釋一下 一個特別一點 可是這個東西我也沒有試很多場 首先 因為之前這個 之前的版本 我確定 我確定之前的版本 娃爾密電這張圖 對不對 他不在地圖上 然後他不能吃到 魚圖天賦加成 可是某一次改版 把它改了 就是他可以吃到 魚圖天賦的加成了 換句話來說 裡面會有 額外的十個保險箱 而這個 十個額外的保險箱呢 會吃到 保險箱的複製通過加成 還有 還有 還有這邊的天賦 他都會吃到 然後還有這個 呃你有額外機率 讓保險箱再開一次 呃 就 就主要是這個啦 你有 2%繼續讓保險箱再開一次 那裡面 會有 十個保險箱以上 所以你等於說 你很容易就可以賭到再開一次 然後你就等於 莫名其妙可能再賺一箱兩箱 所以 娃爾密電 現在這版本來說的話 他可能配合 保險箱 保險箱的天賦的話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為什麼我會知道這件事呢 因為石狂怒每天都 窩在 石狂怒竟然有上線啊 好 我每次只要看到 石狂怒的上線 你看 他還在娃爾密電 你看到我現在一打開 他現在就在娃爾密電裡面 因為 自從石狂怒 石狂怒開始這樣子 我就發現他每天都窩在娃爾密電 我就問他說 娃爾密電到底有什麼好料 他說這樣子很賺 他說這樣子 他說這樣子蠻賺的 所以 今天連一個 就是 他這種 他這個閃打造架 他整身造架 然後 刷圖速度那樣子 他都每天窩在娃爾密電了 那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娃爾密電 到底有沒有賺頭 你自己想啊 石狂怒可以幹嘛 他至少也可以刷個四域吧 他可以刷個四域 然後可以 刷那個 廢龍神殿刷超juicy的那種廢龍神殿去拼 可是他就是每天窩在娃爾密電 我就很好奇 娃爾密電到底多賺 好我們來試試看 是 好然後我選擇 我還沒 我還沒打 差點刷了 好 然後我選擇的很簡單 我選擇就是 三片 選擇三片 然後配合那個 一個 寶 那個寶寧箱甲蟲 那就是最便宜的 而且因為這個版本 寶寧箱 寶寧箱幾乎沒有人在打 像我剛剛提到的嘛 因為寶寧箱自從沒有了 那個 神聖石的那個6L來源之後 大家都不想要打寶寧箱了 所以 寶寧箱甲蟲其實變便宜了 那相對來說的話 這反而就變成一種賺頭了 然後我的 這個就不用講了 一定選 契約 一定選這個 那你可以看到我根本沒開過 這個 這個我也是準備要試試看 這個 這個策略到底有沒有賺頭 好 來 走吧我們去試試看 喔藍圖 沒有全接路 我才三 我才這樣 一場就三個 三個那個 結到祕寶 他就會出一大堆 奇怪的東西 他就會出一大堆 我剛剛忘記疊層那進來了 幹這 你看到沒有 這是閃打的威力 欸欸欸 好 張圖刷完了 非常漂亮 張圖刷刷得非常好 欸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收益 來看一下我們的收益 欸OK 來看一下吉吉我們來看一下 用筒 黑一個 全臟的 很困難 好像我們來練習 你在做甚麼 我們來試試看 很多摩圖刷 根本來 看 我們的手 你在哪啦 媽的 欸 介紹的地圖 來 漢木林地 那漢木林地有什麼好處呢 漢木林地的好處就是 空礦 然後他的王好找 所以這張圖其實適合 這張圖其實怪不得特別多 可是他的適合是什麼呢 他適合你一出去對不對 你趕快把機子弄完 機子弄完之後你就直接出去 怪怪不用刷乾淨 然後他也適合 探險還算適合 可是沒有到最好 最好我覺得還是沙丘啦 沙丘跟 Bog Bog我不知道叫什麼 脹氣泥沼嗎 我不知道他的那個叫什麼 這個會用到那個免疫火焰 Cid 好,然後我們剛剛刷了20張圖,差不多21、22張圖,因為我有些忘記按道 好,這邊是全部打下來的東西 那我們,因為你這邊算起來的話,我覺得不公平啊 不公平,就是有時候有些是像這邊,你看這邊 我打了二張圖,他掉了4滴 掉了4滴 然後還有一些0.03掉落,我覺得有點不公平 所以這個字滴,我就把它放到旁邊 然後我們先記我們最重要,這一次要記的最重要的收益 好,我們打了20張地圖 而且我剛剛有一些不小心放進去,放進去街道場 我應該有一些不小心放進去街道場了 我就不管了,反正可能放個3、4張而已 應該是沒有把藍圖放進去啊 好,藍圖,驗品 這種一般的都,都沒架,這個直接不算 這種直接不算,這邊加起來算個10C就有了 10C,好 這邊算個10C,然後這裡 呃,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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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喜歡保持多少錢 不喜歡保持多少錢 不喜歡保持多少錢 因為我,我都幾間啊 因為他是 4間房的話是差不多15C嗎 4間房15C嗎 4間房15C嗎 雖然這版本有差嗎 這版本有,有,有,有不管幾間房的嗎 呃,對不起有,有捷到宅嗎 4隻低至少 可是,可是這邊人在擺什麼 那這些人在擺什麼 那,那,那這些人在擺什麼 算了,我看D5T好了 看這些真的,看這些真的太不準了 我,我,我再看D5T 呃,20DH,這是125 來看看12C 12C,差不多23C each啦 好啦,不挑的話23C 23C一個啦 那 23C,25C 然後這邊很多人都願意用20C嘛 20,20T來買 所以絕對是超過20C價格啦 好,那我算,算個23C就好了 23C加12C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欸,然後這邊有一個更大的問題了 有一個更大的問題了 這些要怎麼記啊 這些上罪,有,有池的要怎麼記 因為我知道這些池會比較貴 可是這些上罪有池要怎麼記 這些,這些要怎麼算 怎麼算才,才,才,才是正確的 這些好像沒什麼用啊 有用的是那個接入次數的啦 多三個接入次數的 這個這個 加,完成這個 會額外給三個接入 這個等於一張等於 然後它又是 然後它又是 Dickvision是 是,是,是,是炸漆嘛 是炸漆嘛,對不對 對啊,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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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炸漆啦 蛤,這沒有用啊 對不對這沒有用啊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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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額外三個,這,這 多額外三個接入耶 這沒有用 蛤,這沒有用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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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是 哦,你用吉安娜去保 它還是一般的接入 沒差吧 啊,可是一般的又不是沒有用 不是,啊 倒印 用吉安娜只是省倒印而已啊 啊這個又不是,又不是沒有用 這個,這個有用啊 好,我不管,因為這些 這些上罪要怎麼算 看,看一下齁 欸欸欸 上罪衝結編怎麼算 好吧,好啊 好啊,好啊 那都沒人在賣油上罪了 蛤,那這個就是 這個要自己打才賺啊 這個要自己打才賺啊 不然這些直接賣掉 很難,很難記 其實拿出來就是580 所以是 10滴左右 10C左右 好了,我都不記了 我要直接只記Decopation 好,拿11 欸這個,這個,這個難記啊 這個,這個 額外三個接入 這個不知道怎麼欺價 可是我知道它,它是有價啊 可是你要賣,可能也 可能,可能要跟對方溝通也很麻煩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去找一個 比較,看是615賣 168賣 我只是你去找一個比較認識的 要不然,更好就是你自己跑掉 自己跑掉 那我這邊就算30C 好,然後這邊,其他的 小的 我懶得算了 因為這些都很難賣掉 這些很難賣掉 所以我們,我們就不記它們了 好,然後接下來,接下來我要 我把這些東西拿出來 然後我要,然後我要作弊了 我要直接去開,開快樂錶了 我要去開快樂錶 那你現在看吧 這個才,這邊 大概65C的收益 可是我這邊 我用了 這個 呃,這邊一個是 這邊一個是多少 這一個6C,一個7C 然後我用了四個 728 748 648 648 36 有 64C 所以這個 這個其實 講真的 沒有賺 這個其實 用這個6分1 來開的話 目前來 目前打二張圖是沒有賺的 可是 因為這個 原因是因為我有用這個 截道的上座會有額外的詞綴 可是這個東西 它很難去計價 所以我覺得你如果 想要用這個方式的話 這個方式 主要它最好的方式在哪裡 就是 你這些截道 去開 就是 就是 你地圖裡面遇到那些截道秘寶 你去開 走過去按一下 你有可能就蹦出10C 蹦出15C 它是完全沒有任何一個 就是 你需要打怪 或是說你自己強度的一些要求的 可能 所以這也是我還是很推薦你 親手去 收這些6分椅 然後去 開那個 截道收益 好 每個箱子都給你古牌印啦 就是 就是不虧啦 不虧 可是我覺得你今天要收這個 上最這個 收上最這個 就 因為這個會很難計價 對 這個 這個後面會很難計價 好 我要去開快樂錶 那我 我突然想要那件事 我後面 我應該後面 十張地圖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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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忘記開那個截道了 我突然想到 那我更虧了 那不能這樣算 看我 我應該要 看我 十張我忘記開截道了 我都開到天鹽龍子了 白癡 我忘記了 算了 那更虧了 那這不會實際上不會那麼虧啦 可是 看我都忘記了 那我 我 我要開快樂錶了 這個要全新 這個要全新 這個快樂錶呢 欸 基本上 他的這個收益對不對 根本就不能看 根本就是 就是你不能 你 你不要太認真去看這個收益啊 這些收益 很難去全部一次把它全部賣掉 所以這邊 6滴 啊我另外一個了 他沒有他沒有按到另外一個 這邊大概6滴7滴 這個快樂錶 看看 看看就好了 啊這邊這邊有說78嗎 那大概多少 該多少 我那個4滴比較幾 所以721.4 然後這裡 大概2滴 大概2滴 這邊1滴嘛 然後這邊0.1 大概2.1滴 然後我那4滴不用算了 那4滴不用 不用除以0.7滴 這個就是 我算那個4滴嘛 其實這樣算起來的話 我20張地圖 大概收益是 2滴 4滴 6滴 大概6滴 6.5滴吧 6滴而已 所以 就這樣子而已 就這樣子而已 我得老實講 這個收益來說的話 我覺得沒到特別好 可是他的 好處點是什麼 為什麼我還是要推薦給你 因為他很好執行 他的執行方式很簡單 你基本上 對啊他有說 截到契約打的話 可以不要練武器 可是那個我就不記了 那個那個 你要記太麻煩了 這些 這些我就不記了 你看我運氣好打到什麼 布宇這些了 這些都是2張地圖 可能 就是你要去記的話 我知道有點 有一點就是 作弊的感覺 可是總而言之 大概 就大概 大概就長這樣子 我如果要 要我平行的路 20張地圖 真正的收益大概到 可能 6滴有點誇張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 不要算我這些額外掉落的話 可能就差不多就是 3滴 3滴4滴左右 大概20張地圖裡面 那你就要看你自己 大概刷20張地圖 你的總收益多少 所以我覺得這方式還不錯啊 而且他有一些東西很難去記 比如說 我有打到一些那個什麼 我有開到一些壺啊 這些 然後還有那個 我其實刷到的地圖 你會發現裡面完全沒有地圖 裡面是完全沒有地圖 因為我把地圖 就直接丟到倉庫裡面去了 然後也有一些 我不小心忘記了 你看我這邊刷一刷 這邊還有那個啦 這邊大概20張是那個什麼 時光路丟給我了 好 大概就這樣子 那我覺得 就給你一個方向啊 我還會再去嘗試一些其他的策略 因為你也知道 我也講過很多次了 我自己 不是一個喜歡刷圖玩家 我比較喜歡 打王 跟那個 搞機體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 現在有一隻 嘿快樂 閃打 嘿 突然 刷圖都變好玩了呢 哈哈哈哈 哈哈 刷圖真的好玩了 哈哈 哈 哈 好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是猛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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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 巴 блок 卡 卡 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